大家好,我是竹燕文文仔 我是一個影像創作者和表演藝術家 我2018年在香港酒店大學試過藝術院畢業 所以讀的時候是試過藝術 裡面已經有很多跨學科不同媒介的學習 畢業之後因為機緣巧合,開始接觸劇場表演 當時有機會參與一個演出驚夢巡演 然後記得第一次真正見到Danny 是我在他的辦公室裡面,我們就開始聊天 聊天不是關於創作,不是關於今次的演出 而是我們從頭開始,由我的學習背景 由我這麼多年來在表演藝術或影像創作上做過的 一些事情開始有一個交流 這是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很少可以有一個劇場導演 或者會有一個這麼前輩的一個藝術家 去跟一個剛剛畢業無奈的一個藝術家 去談這麼多事情 和Danny工作一定會有壓力 但同時都好像是很沒壓力 因為但凡排練或是甚至在演出 去到巡演的時候 他都會有很多時間和我們去聊天 他都會問你們覺得怎樣 無論是年輕藝術家 還是已經有一定之力的表演藝術家 他們聚在一起,他們之間的對話 或者交流是怎樣 這是他最重要的 在Danny的作品裡面 通常都會撕掉一些傳統敘事的方法 或者框架 所以看他的作品 你會看到其實好像把所有東西都放出來 然後他們在一個很並致的關係 開始發生一些對話 很多時候 譬如是演員和投影 或者和聲音之間的對話 才是演出裡面 對我來說是一個最深厚的方法 不論你是否一個演員 或是一個導演 還是你是在從事任何媒介 或是跨媒介的一個藝術家 一個創作者 我覺得在Danny的作品裡面 我都相信會拿到很多東西走 所以我覺得 我都很希望界別 特別我自己來自一個 視覺藝術界別的朋友 都願意有機會 一生人有一次機會去 入劇場 看能源真的演出